我们看到土耳其现在可以说在购买中国红旗酒导弹系统问题上是出尔反尔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好 诚子 那中国的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呢 上个月是通过竞标 那是拿下了为土耳其生产远程防空以及导弹防御系统的这样一个订单 这是上个月的新闻 而且呢是土耳其的国防部长亲口对外宣布的 那全世界可以作证 那么现在呢 土耳其他们反而是说这个事情呢从来没有被决定过 或者说是被落实过 很明显呢是一种出尔反尔 当然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那背后呢是一定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 这才让土耳其不得已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当然了土耳其他们现在要求呢 仅仅是要求这个美国的雷神公司啊 延长他们的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个竞标的有效期 至明年一月份 也就是说并没有现在就说 宣布对中国的这个竞标 或者说它这个采纳问题呢就完全作废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啊 在未来这三个月的时间呢 很有可能就是会坐地起架 那么长袖善务为自己呢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但是呢整个事情至今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要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啊 一开始呢土耳其是有意购买中国的这个 红旗9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 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个生产能力 不管是性能还是价格 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反推 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 中国的技术水平以及中国作为一个防御性大国的这样一个自我定位 我们都有理由相信 中国呢至少在这个防御武器系统的这个生产方面的话呢 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世界数一数二的 那么也就是说土耳其一开始要采纳中国的这个投标的话呢 应该从这个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和决定 当然了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国啊 他在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竟然会跳出一个既有的这样一个主顾关系的模式 跳出一个北约的这个思维框架 而是接受中国这方面的一个订单 那么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北约作为一个这个军事组织 在近些年 他的这个凝聚力呢 已经是大步如前了 这样的在近十年 不管是伊拉克战争 还是近期的这个叙利亚问题 很多问题上呢 他们这个成员国一见相左 那么土耳其又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 是不是它的融入感也因此呢 受到了冲击 我想呢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么对于北约国家来说 之所以如此忌讳中国跟土耳其 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合作的话呢 当然有各方面的考量 一个呢就是经济的 毕竟呢这是一块肥肉 30亿美金的一个订单 不愿意拱手让给中国 那么更关键的呢 当然还是这个防御系统的这个安全的考量 是不是一旦中国的介入 就会为今后的一些未可知 埋下隐患和伏笔 那我们现在呢也不知道 也是他们的一个机会吧 甚至